剛剛有提到有上百人當天被掳走後下落不明 而且其中竟然是包含了以色列的高層軍官 哈馬斯在7號曾經發布了這張照片 他們說這位是以色列的陸軍指揮官艾倫尼 他是被帶走了 可以看到他穿著T恤跟短褲 看起來很狼狽 好像剛睡醒 完全狀況外就被敵軍給俘虜了 不過現在有名以色列的國防相關人士他說了 哈馬斯宣稱這個帶走艾倫尼的事情 是不明確而且未經證實的 不過當然我們都希望不要有無辜的民眾傷亡 但是還是傳來了壞消息 美國布蘭黛斯大學有一名教授他證實了 在哈馬斯突襲以色列的時候 他的女兒一家人其實住在以色列 那麼當時躲在一處安全的房間裡面 但是因為外面一直是有槍聲一些攻擊 所以他的女兒跟女婿就用身體保護著小孩子 但是沒想到還是有子彈打了進來 打中了他們的身體 因此他的女兒跟女婿兩個人因此死亡 而針對中東地區再一次的出現戰爭 聯合國的安理會也召開了90分鐘的閉門會議 他們是聽取了簡報 而以色列的駐聯合國大使是 抨擊哈馬斯犯下了戰爭罪 而且他們說現在就是時候要摧毀 哈馬斯的基礎設施 並且也呼籲國際社會要來支持以色列 那麼向來非常力挺以色列的美國就率先發聲譴責了 不過其實這樣的譴責 對比接下來這個畫面真的是非常的諷刺 因為看到這個是哈馬斯的領袖哈尼亞 他被拍到出現在卡達的一間辦公室裡面 那可以看到他和其他人是一起感覺得非常開心的 在慶祝7號的這場攻擊很成功 剛剛可以看到他是用手指指著電視的畫面 然後有說有笑 那你看現在他們是一起跪下來贊送真主 所以感覺對於這次的突襲非常的滿意